那我希望能夠把剛剛這些公式 一個一個的自動幫我把它填到這個範圍裡面 那我第一個按鈕當然 假設你旁邊這邊沒有的話 那你就是直接 先把程式寫出來之後 再來撰寫什麼呢 撰寫那個 這個這個 先把程式寫再產生按鈕 那我們第一個一樣先把那個 我們的 VPA的環境先叫出來 應該還記得吧 從這邊箭頭 制定功能區裡面 開發人員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開發人員裡面 應該還記得 然後 Videobasic 點擊 點擊進來之後的話 那進來之後的話呢 基本上呢 我們會看到就是說 目前 我們現在的 應該是這個 這一個專案 這個是我們現在 這個檔案 Excel 那他基本上呢 會幫你 預設產生 那如果 你有一個什麼的工作簿 他會有一個 List Workbook 那底下會有 三個工作表 就有三個工作表 那不過程式 記得喔 不是寫在這裡面 記得按右鍵有沒有 插入一個模組 這個還記得啦 模組裡面的話呢 就開始把程式寫在這邊 那你就插入一個程序 這個程序名稱呢 可以跟你的按鈕名稱 做呼應 那裡面的話 也許你先打個樂透彩 比如說我今天 我希望呢 把那個樂透彩的結果 把他 輸入嘛 樂 然後按個確定 那程式 字太小了 工具選項 撰寫風格 把字稍微放大一下 大概這樣子 然後呢 再來我們就是 或是開始撰寫什麼程式呢 那個我要把資料呢 通通輸出到 BCDE 這幾個欄 那我的撰寫 先給他第一個回圈 4 I 等於 第幾列呢 我從第2列 因為他 第一列是欄位 第2列到最下面一列 到 最下面一列的話 理論上 因為42 43 不過你這樣43 比較精確一點做法 就是你可以向下追蹤 Range 刮鬍 然後雙引號 我要從那個A2向下追蹤的話 那就是A2 後刮鬍 點向下追蹤的話是and 他 最下面的邊界 前刮鬍 向下追蹤 然後再一個後刮鬍 點Row 就是幫我自動抓那個 最下面那一列 是哪一列 Enter兩下打一個NAS 然後呢輸出到哪一籃呢 輸出到 B籃的話呢 那我就是 I列的B籃 所以Sales 刮鬍 I列的 B籃 所以打一個 B籃 這樣的話呢 前面是列 後面是籃 然後就 B2 B3 B4 B5 一之類推 等於什麼呢 等於先給他一個空字串 好 那理論上呢 C籃也是一樣 所以其實你可以拿這個 Ctrl C C Ctrl V 這樣子 然後把這邊改成 C D E 那 那 不過基本上 降血其實就清除 你乾脆把這些 複製一下 Ctrl C按住 就是複製拖拉 那這邊清除算了 其實呢 就是 兩者之間 一樣 那你可以先產生 樂透彩清除 那所以你這邊執行 你會發現 這邊就不見了 有沒有 那如果說你要輸出的話呢 糟糕應該是要把那個 公司先留下來 不然他 一清除掉了 裡面公司就沒得貼了 那怎麼辦呢 你要再 再一次 剛剛那個是錯誤的動作 不過還好 雲端上面還有 所以如果你雲端上面 有 有這些 那就是 公司我看一下 假設 我們先拿這個好了 因為 剛剛那個動作 如果你清掉就沒有了 我先直接拿這個來 那未來這個 應該 好 就把它直接 應該是貼到這個for for回圈裡面 好 假設啦 我 假設這個回頭 回到剛剛 這個都有 那理論上應該是 重新再來過 這一段 中間這一段 那如果說呢 我先不要執行他 所以剛剛那個動作 你要謹慎 因為 那個 VBA清除掉的東西 不能透過 復原還原 直接清掉 所以我剛剛沒辦法清 沒辦法回 那如果我要把這個公式 這個公式呢 搬到這邊來的話 記得就是先切過來 複製貼過來 所以做法做一次給各位看 游標 停在這邊 把公式呢 Ctrl11一下 Ctrl11之後的話 記得把它取代 取消 取消一下 不要打勾 取消 好 然後呢 再來第二個 觀察兩個重點 裡面有沒有雙以後 如果有變成 兩個雙以後 因為沒有 所以不需要 第二個觀察呢 他有沒有列號會變動 你會發現一下 A2 會變A3 表示呢 這個A2的這個位置 要把它變成I 因為他位置往下變動 剛好就是我們I的池 所以呢 我就把它怎麼樣 貼到那個VBA的這個地方 放到後面把它貼上 好 然後呢 接下來呢 就我之前講過的 這個地方 要把它變成I 那變I的方法 我想我們上個學期也講了蠻多的 要不你就把它背口決算 雙以後雙以後移到中間 AND 移到中間 因為我需要放個I在裡面 那個I的話是一個變數 所以你必須要把它切開 一個字串切開來 放在中間 AND 前後呢 再把它加上空白 這樣就大功告成了 所以這個 關鍵在這裡 其實藍應該 可能會出錯 這個地方 那這個 基本上多做幾次應該就熟了 其他的藍位呢 也是 一樣的方法 所以 C藍 基本上你會發現 C藍 好像跟 B藍 只有差一個 1變2 所以 聰明的做法 這個 乾脆直接拿這個上面來改 好像比較快一點 這邊把它貼上 這邊把它改成 102 102 這樣就ok了 這樣就ok了 那這邊的話呢 就是 B 一樣複製 然後呢 取消 觀察一下 喔 這邊有兩個會變動 所以基本上呢 把它貼上 一樣貼上之後的話 然後呢 把那個 這個 跟這個 那因為上面有做過啦 所以其實你可以拿這個 雙號到雙號 複製一下 直接呢 把它貼上就好了 不過如果你沒有把握的話 我是建議你 可能再做一遍會比較安全一些些 好 然後呢 這邊的話呢 就是一樣把這個 複製 取消 觀察一下有沒有變動的 有這個 所以一樣把它 貼過來 然後這邊 一樣把它 改成這個東西 雙銀號到雙銀號 複製一下 這邊 最好是 因為這個東西就是要熟人生巧 而且要膽大心細 要非常的細心喔 因為我發現大部分同學做錯都是因為 好像 感覺是對但是實際上錯了一個動作 後面就全錯了 所以這邊把它貼上 好 大功告成 所以基本上呢我們就把這邊 一樣清掉 這時候就可以清除了 再把它執行看看 好 看起來沒有問題 那這樣就完成我們要的結果 剩下就是把這個跟這個 變成兩個按鈕 OK 沒問題吧先試一下 畫面還給各位一箱 好 非常的 好 非常的 更悠 好 好 谢谢观看